戴着花帽子的胖老头 在香奈儿身边转悠 不停地打量着她的装扮 随即出言嘲讽 时尚先锋居然顶着鸟巢 香奈儿直接对回去 这是她亲手设计 简约又实用的草帽 男人是知名设计师 认为自己懂得女人的衣着喜好 不懈地跟香奈儿说 不料下一秒便啪啪打脸 公主直接要订购香奈儿的帽子 其实在香奈儿来马球场前 男友就对她头上七星怪状的帽子不满 认为淑女不应该戴这种帽子 而离经叛道的香奈儿 却收获了另一个人的认可 她赞美香奈儿的帽子 像是一样优美 香奈儿受到极大的鼓舞 跟好友商量要去巴黎开店 但男友却不屑一顾 要她在家做一只金丝雀 乖乖等待她的灵性就好 香奈儿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独立女性 需要有一些介意表达自己的东西 收拾好东西 离开爱事的男人 就乘着马车前往巴黎 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香奈儿在巴黎却遭受重创